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人生的刺 就在这里 留恋着不肯快走的 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各位好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我是静波 刚才这段话出自 钱中书先生 今晚 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这篇文章 来自莫言先生 我的老师 如果你希望听到 我的更多作品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或者新浪微博 找到静波频道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 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 用这个题目做文章 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 当然 我也不愿例外 但实际生活中 学生有好有坏 老师也一样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当中 教过我的老师 有非常好的 也有非常坏的 当时 我对老师的坏 感到不可理解 现在 自然明白了 我五岁上学 这在城市里不算早 但在当时的农村 几乎没有 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 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 来开发我的智力 主要是因为 那时候 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 交合农场管下 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 我们这些学龄前儿童 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 通通进了幼儿园 吃在那里 睡也在那里 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 经常苛扣我们的口粮 还对我们进行 准军事化的管理 鸡肠碌碌是经常的 鼻青脸肿 也是经常的 于是 我的父母 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 这样 我的口粮 就可以分回家里 当然 也就逃脱了 肉体惩罚 我上学的时候 还穿着开裆裤 喜欢哭 下了课 就往家里跑 班里的学生 年龄差距很大 最小的如我 最大的 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了 给我留下印象的 第一位老师 是一位 个子很高的女老师 人长得很清爽 经常穿一身 洗得发白的蓝衣服 身上散发着一股 特别好闻的肥皂味 她的名字叫做 梦宪慧 或是梦贤慧 我记住她 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那是这样的一件事 全校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 听校长做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 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 扬起头来 才能看到她的脸 那天 我肚子不好 那急 想去厕所有不敢 就将身体扭来扭去 实在急了 就说 校长 我要去厕所 但是 她根本不理我 就像没听到我的话一样 后来 我实在是不行了 就一边哭 一边往厕所跑去 一边哭 一边跑 还一边喊叫着说 哎呀 我拉到裤子里了 我当然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后来 别人告诉我说 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 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 我只知道 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 将一大落 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 塞到我的裤裆里 然后就让我回了家 十几年之后 我才知道 她与我妻子 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我妻子说 她应该叫做 孟老师姑姑 我问妻子 你那个姑姑 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 我妻子说 哎呀 俺姑夸你呢 我问 她夸我啥 我妻子严肃地说 俺姑说你呀 不但是聪明伶俐 而且 特别讲究卫生呢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 也是个女的 她的个子很矮 姓于 名西会 讲起话来 有点外地口音 她把我从一年级 交到了三年级 我自己也闹不清楚 上了几次一年级了 从拼音字母交起 一直交到 看图十字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还经常回忆起 她拖着长调 教我拼音的样子 今天 我能用电脑写作 而不必去学什么 无比字形 全是靠着于老师 教我的那点基本功 于老师的丈夫 是国民党的航空人员 听起来好像是洪水猛兽 其实 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他教过我的哥哥 我们都叫他李老师 村里的人 也都尊敬他 文化大革命期间 兴起来 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 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 拿着尺子 排笔 又是打格子 又是放大样 半天写不上一个字 后来 把李老师拉出来 让他写 他拿起笔就写 一个个端正的凯体大字 跃然墙上 连那些革命的人 也不得不佩服 于老师的小儿子 跟我差不多大 放了学 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 我对他们家 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后来 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 就再也不好意思 到他们家去了 几十年后 于老师跟着他的 成了县医院 最优秀医生的小儿子 住在县城 我本来是有机会去看他的 但总是往后拖 结果 等到我想去看他的时候 他 已经去世了 听师弟说 他生前曾经看到过 小说月报上 灯载的我的照片和手稿 那时 他已经病了很久 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了 但是 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师弟问他 我写的字写得怎么样 他说 比你写得强啊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 是个男的 其实 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的体育 算不上是亲老师 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 说过我的好话 这个老师名叫做王兆聪 家庭出身很好 好像还是猎鼠 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 真是像金子一样 闪闪发光 一般的人 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 就会趾高气扬 目中无人 但人家王老师 却始终谦虚谨慎 一点都不张狂 他的个子不高 但体质很好 他跑得快 跳得也高 我记得 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 这在一个农村小学里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 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 学校向监狱 老师向奴隶主 学生向奴隶 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 据说 起初 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 但因为我年龄太小 而幸免 出了这事之后 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 他们认为 我思想反动 道德败坏 属于不可救药之列 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 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那就是我 为了挽回影响 我努力地做好事 冬天帮着老师生炉子 夏天帮老师喂兔子 放了学 自家的活不干 帮着老贫农家挑水 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 学校和老师都认为 我是在伪装进步 一个夏天的中午 当时 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之后 必须到教室午睡 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 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 枕着书包或者鞋子 那年 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 走起来很响 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 我穿着木拖鞋 到了教室门前 看到同学们 已经睡着了 我本能地将拖鞋拖下 提在手里 赤着脚进了教室 这情景被王兆聪老师 看在眼里 他悄悄地跟进教室 把我叫了出来 问我 进教室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拖鞋拖下来 我说 怕吵醒同学们呢 他看了我一眼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事后 我听人说 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 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 说 我其实啊 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学生 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 我坏得不可救药时 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 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 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 为我说话 这件事 我什么时候想起来 都感动不已 后来 我辍学回家 成了一个木童 当我赶着牛羊 在学校前的大街上 碰到王老师的时候 心中总是百感焦急 红着脸打个招呼 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 后来 王老师调到县城里去了 我也走后门 到了棉花加工厂里 去做临时工 有一次 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 我碰到了 骑车回家的王老师 他的自行车后胎 已经很别 驮他自己都很吃力 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 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 当时 自行车 是十分珍贵的财产 人们爱护车子 就像爱护眼睛一样 王老师 是那样有地位的人 竟然冒着扎坏车胎的危险 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 潜进了十几里路 这样的事 不是一般的人 能够做出来的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老师 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 和那一副 一跃就翻过 一米七横杆的 矫健身影 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记起 曾与我同行 像是在风里的身影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哦 越过谎言 去拥抱你 每当我 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指引我靠近你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在意 是否在意 是等太阳升起 还是意外先来临 我宁愿 我宁愿所有痛苦 都留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 你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哦 越过谎言 去拥抱你 每当我 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 哦 请照亮我前行 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星 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星 和灰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哦 越过谎言 去拥抱你 每当我 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 和叹息 和叹息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